台北市今年的228纪念追思会 除了市长蒋万安遇到了民间团体突袭呛杀 现在又爆出了案外案 在追思会上 受难者家属228基金会民旅理事长廖继斌致辞 形容说前总统马英九跟受难家属情同亲人 让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吴佩义当下受访时质疑说 难道是事实吗 廖继斌今天是亲上火线 要求吴佩义到228纪念碑前举功道歉 否则就要发愿见 马前总统上台献花 马前总统清零228追思会 但228受难家属廖继斌致辞 哪一次马英九被家属吐槽 跟我骂我投给你 他跟我们许许多多 百百千千的受难者遗嘱 已经形同亲人 不断大战马英九和受难遗嘱关系 却引爆民进党议员怒火 个人的感受并不足以代表 全体228受难者家属 我只能说我尊重他的看法 非常多的时间跟篇幅是拿来吹捧马英九 他说大多数的家属遗族对马英九都是肯定的 这难道是事实吗 228当天吴佩义跟汉其他两位议员台下举牌 沉默抗议 但质疑廖继斌致辞不合事实 却让廖继斌倾上火线回击 你给我坐在第一排 你拿那个什么牌子 恩将仇报 不知好歹 到228纪念边前面 跟纪念碑我的先人 举三个工 我在旁边看就算了 要不然 三个字 法院见 如果说这样就要来提告的话 我相当的质疑 我们对228事件的讨论 难道只容得下一种声音吗 228安卫案如今成为遗族和绿营议员之间战火 更恐怕对不公堂 就是我们讲冯浩宇看不到